娱乐圈宣布永不复出的六位明星,前四位说到做到,后两位吕糟版脸娱乐圈中很多演员的演技非常好,但因为某些原因,他们都选择了吸影。 你知道几个呢?跟小编一起来看一下王祖贤一向为人高傲冷清,为了感情而不惜一切,王祖贤依旧是美帝代表,如果一伤与金灯骨佛长办是他的选择,那我们只能祝福了,王祖贤不付出是正确的,最好的年纪留给了观众,谦先博学的他,蓝丽外界纷纷扰扰,如果真的付出,恐怕会被一些喷嘴的唾沫心思淹没吧。 说到陈冠希大家都非常熟悉,他19岁进入演艺圈,之后与众多大牌明星出演多孤影视剧,本是演艺圈里染染生气的小生,可谓是前途无量,但却因为08年一场事件,而鬼调前途名声扫地,由于事件影响太负面,陈冠希宣布永久退出娱乐圈。 如今,距离陈冠希宣布退出相当娱乐圈已经十年之久,至今也没有要回归的意思江华,提到江华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不熟悉,但是看到照片就一定想得起来。 他演过很多电视剧的,并且是个妥妥的大帅哥,就在事业上生气江华选择退出娱乐圈,因为有伤在身,再加上患有抑郁症,所以退出了。 而且江华其实对演戏并不是很感冒,人群因为主演《少年包青天》中的公孙策被大家熟知,随后也是主演多部受欢迎的电视剧。 在2014年与李冰冰和黄晓明合伙成立热烂一号伙,郭殿,联合创立了风投公司,随后就和小出现在大萤幕上王妃。 王妃已经不是一两次公开说自己退出娱乐圈了,永远处于半隐退状态。 网友们纷纷评论,娱乐圈对于王妃来说就是个观光景点,想来的时候倒辞一游,想走的时候拍拍屁股就走。 哈哈,看看人家就是这么我行我素,实力打脸无数次估计都习惯了吧? 陈玉凡,之前白白河的出汇风波,被闹得沸沸扬扬,晚上还不少人给他编段子添堵,那段时间的陈玉凡真的是陷入了低谷,各种压力席卷而来,他自己本身的状态也非常不好,随后便传出他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。 但是不久之后又被爆出来,他在梦节目中复出了,可能是现在他自己整个人状态好了很多可以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了吧。 不过刚说退出娱乐圈,不久就立刻复出,陈玉凡在房有一顿群潮。